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给大家介绍我手里这对32寸超新碳纤维液体酱 它采用12KT700超薄碳纤维制作 比以往常见的碳纤维材质呢强度提高了30% 重量也更轻单根蒋液呢仅有不到0.1千克的重量 全长81.54厘米蒋根厚度呢仅有8.3毫米 默认中心孔径为8毫米 经过中航通多次测试 优化的启动异形及独特的蒋尖设计可有效延缓气流分离 使蒋效大幅度的提升 在测试环境下当油门开到95%时转速达到3420rpm时 蒋液可以产生足以拉动12千克的拉力 这幅蒋液搭配我们的快拆蒋座 只需以按一转即可实现一秒快拆 为了用户方便自行更换 以我们的无人机Q的机壁为例 给大家讲解如何组装快拆蒋座 这里是一对32寸CCW和CW的蒋液 一根安装好电机做的机壁 以及蒋液的快拆轴件分别有两个金属件 两张CW和CCW的贴纸 两个蒋匣 两个碳片 两个蒋座 两个电机轴 两个弹簧 8个M3×22的背头螺丝 8个M3×8的平头螺丝 螺丝要用螺丝胶哦 安装前首先要区分CW和CCW Q的机型为H型 蒋液都是向外旋转的 这一支蒋液是逆时针旋转为CCW 另一支是顺时针旋转为CW 安装时蒋型向上平滑凸起的一面向上 这一面也应用3212的规格标识 快拆蒋座具有防灾设计 我们肉眼可以明显看到 两个蒋匣内圈大小不同 CCW内圈较大 CW内圈较小 蒋座卡孔内有个反差柱 靠近内侧的与CCW讲价对应 靠近外侧的与CW讲价对应 安装时大家可千万不要搞错哦 我们先来安装CW 取CW贴纸对准孔位贴在蒋液箱上的一面 将金属键对准孔位插入 使用4颗背头M3×22的螺丝 粘上螺丝固定器 穿入蒋液孔位 然后在蒋液底部套入窜片 再将CW对应的小直径蒋匣穿入螺丝 螺丝固定 安装完成 CCW安装步骤是一样的 下面把电机轴套入弹簧中 卡入蒋座底下的凹槽 将其插入电机上的孔位 把螺丝孔位对好 使用平头M3×8螺丝 架螺丝固定器 锁紧 那现在我们的快车蒋座就安装完成啦 我们现在把蒋液安装到电机上 以CW为例 首先将蒋液上的卡钩与蒋座上的卡孔对切 一只手扶入电机 另一只手抓住蒋液 向下按压到底 顺着蒋肩的方向大约旋转30度 旋转到位后松手 蒋液自动抬起锁紧 安装完毕 开启的方式也很简单 用力按压蒋液到底 顺着螺旋蒋肩的相反方向旋转至无法继续旋转 向上抬起即可拆卸 如果你把CCW安装在顺时针旋转的电机上 那么这是错误的 因为蒋座上的快拆有反差度的存在 蒋液将无法安装到底 也无法旋转锁紧 若暴力插入 等损坏反差度 虽然可以插入 但方向是错误的 飞行时将发生涉降 增加炸机风险 起飞前请务必再三确认所有蒋液及蒋座均以安装无误 我们蒋液全部安装完成之后 把蒋放到一个水平位置之后 蒋间是朝着无人机内侧的 左面是朝无人机外侧 这说明蒋液安装正确的 说明一点 无人机对角上的电机对应蒋液的安装方式相同 今天的讲解教程就到这里了 你们学会了吗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